很多人都会抱怨说自己没有钱可以投资 然后会在我的频道上面留言说 因为你有钱啊 所以你说起来就很容易 说谁不会说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叶恩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呢是专门讲 美股投资理财建造被动收入跟个人成长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按订阅我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影片哦 首先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谢谢大家 因为昨天我的美股课程上线了 然后呢真的很谢谢大家购买 然后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信任我 然后愿意购买这个课程这样子 所以呢我真的很感谢你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课程呢 可以帮助到你达到你要去的地方 或是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私下联络我 很多人都抱怨说自己没有钱怎么投资 但是呢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因为没钱才需要投资 因为如果你很有钱呢 那干嘛还要投资 很有钱就可以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干嘛还要利用投资来帮你赚钱呢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一点 没钱才需要投资 但是投资呢就需要钱 那这个钱要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大学生的话 我有一个建议要给你是 我知道很多大学生都没有钱 我当初是大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 去打工 去珍珠奶茶店打工 可能一个月就八九千块 或是说你有一份正值好了 你刚出社会也才两万多块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要有一大笔钱去投资 有一点困难 但是呢投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投入资本 你没有钱是没有办法投资的 很多人呢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拿出三万块出来投资 过了一年之后呢我就有三千万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不可能啦 但是这是一个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不要想说怎么可以快速致富 而是想说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资本净值稳定的成长 这才是比较实际的方法 所以呢我要给很多大学生的建议 或是刚出社会的人呢 就是开始存钱 不管现在你的收入是一万还是两万 还是十万都好 你一定要开始存钱 如果你没有存钱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投资 那你要存多少呢 第一个你要存的是 就是在这个频道上一直跟大家讲的 就是六个月的紧急预备金 如果你没有这六个月的紧急预备金 你连投资都不用想 因为这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金的话 你万一未来出了一点意外之后 你就没有钱可以去处理你的意外 你就陷入债务的人生 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存到这六个月的紧急预备金 再去想说 接下来你要怎么去投资你的金钱 我知道大家都很心急 都很想要换一点财富自由 或是说赶快离开现在的工作 或是说呢 去到很多的国家旅游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你没有钱嘛 如果你急着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会去寻找一些偏方 网路上有很多的诈骗 他们都会骗你说 只要你投资这些投资这些 这一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是 连股神巴菲特 他一年也只能赚7到12% 所以呢你就想一下 你三万块拿出来投资好了 你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变成三千万 对不对 所以呢你要用逻辑想一下 或是说有人骗你说 现在你购买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教你 怎么在一年之内变成千万富翁 你要很简单的逻辑想好了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教你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要教你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 他就要用 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来自己去滚钱就好了 那他为什么要教你呢 对不对 所以在选课程 或是选择一个商品的时候 你都要用逻辑思考一下 他有没有答应你 就是超乎想象的事情 这个人呢 有没有答应你 就是很夸张的约定 如果一件事情 is too good to be true 那就 is probably not true 第二点就是呢 减少自己的花费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的小行为 都会让我们达到财富自由的路 越来越长 例如说呢 我们每天都可以决定 很多件事 例如说 现在你要不要喝那杯奶茶 我现在要不要买那杯咖啡 或是 我要不要多买一件衣服 或是我现在要不要跟随网络红人 去买新的goge鞋子 goge包包 像这些决定呢 都在给你自己未来 多添加了十年的努力 或是二十年的努力 所以呢 你在购买每一件商品之前 你要问自己 这件商品 这杯饮料 值不值得我多花一年的时间 或是多花十年的时间去努力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 去多花五年的时间 替这个人工作 你要问自己 每一次做消费之前呢 你都要问自己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 你知道迁徙时代呢 在精品消费上呢 是比其他世代的人都多 所以这一点呢 是值得我们去检讨的 为什么我们迁徙时代呢 花钱在奢侈品 会花的比其他世代多 我们的钱没有比其他世代多 其实我们迁徙时代呢 我们赚到的钱呢 是比我们上一个时代的人赚到的少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会比他们消费的更离谱 你看一下自己的生活好 如果你现在打开衣橱 你发现自己有很多衣服好了 或者说你打开自己的衣橱 你看到自己有很多精品 或是你去看一下自己的垃圾桶 你有很多杯饮料 很多零食 你就要检讨一下 自己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方面省钱 你省的越多钱 你就有越多钱拿出来投资 你就可以更快地达到财富自由 我不是叫你们说 饮料不能喝 衣服不能买 但是你要衡量一下 自己如果现在没有钱可以投资 是真的没有钱吗 还是你都把钱花 在这些东西上了 我们人生呢 有很多时候要做抉择 你现在牺牲呢 是给自己未来一个机会 不是说你一辈子都不能做这些东西 也不是说现在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做 而是你要做选择 你要问自己 现在我做了这个消费之后 值得吗 第三个建议就是呢 提高你的收入 或是呢 多建造被动收入来源 我相信一件事实是 你现在的收入 反映着你现在的财务知识 如果你现在一个月月收两万的话 那就代表你现在拥有的财务知识 只能足够让你一个月赚两万块 如果你一个月赚十万 那代表呢 你的财务知识是比一个月赚两万的人多 那你要怎么从两万这里达到十万这里呢 就是多去吸收一些知识 去学习怎么赚钱 去学习一些商业财务知识 去多看一些书啊 去多上一些课程 我发现一件事是 很多人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了一份 比如说两万五千块一个月的工作 他们呢会一直抱怨说 自己的收入很少 他们会抱怨说 为什么老板不给我多一点钱 会抱怨说事变的物价太贵了 没有办法过生活 但是他们没有抱怨一件事实 为什么自己不可以赚更多的钱 对 与其抱怨其他人 抱怨社会 抱怨现在的处境 你可以检讨一下自己 为什么不可以做到 对不对 或是说呢 你不能接受现况啊 你可能会觉得两万很少 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找方法 来增进自己的收入 所以呢 你要不断地学习理财 不断地学习一些财务的知识 去学习怎么赚钱 去学习赚更多的钱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或是说呢 你可以换一份工作 例如说现在业务 也可以赚很高的收入 现在呢 有很多工作也不需要文凭了 只要你会个需求高的技能呢 你就不用害怕没有工作 也有很多人抱怨说 自己没有时间可以学习新技能 没有时间可以建造被动收入 你有下班的时间 时间是自己找出来的 不是说 你现在下班的时候 你可以花时间去追剧 或是呢 你可以花时间去学习 花时间去建造你的被动收入 我相信时间呢 是自己找来的 不是说等感觉来的时候 就是有时间 或是说呢 等我觉得很舒服 或是灵感来的时候 就去做 因为呢 只要你等这些灵感 等这些感觉出现呢 你永远都等不到 要长期一段时间 逼迫自己去做 自己不想要做的事 以后呢 你才有机会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好 我今天这个影片到这边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记得哦 我刚推出一个美股线上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在下面连结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每周二周四周日 晚上九点台北时间 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然后呢 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然后记得按订阅 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做过之后的影片哦 然后你还想看什么样子的影片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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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